你会跟简师见面 不用考虑到我跟简师的关系 该怎么谈怎么谈 明白吗 我知道了 习总 回来 最近夜令有什么工作案 是这样的 习总 本来我给老大接了一个 国事纪导演的作品 但是老大拒绝了 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错过呢 这对他有好处 但是老大专门交代过我 他说 你是艺人的经纪人 不是助力 明白吗 不能什么事情都由着他性子来 而且国事纪导演的片子 对他帮助有多大 你不是不知道 这很有可能是他事业的转折点 不然的话 你也不会单独跟我谈这件事 是 习总 我会尽量安排的 不要尽量 我要的是肯定 是是是 我知道了 露露 老大 再次跟你声明一下 国事纪导演的戏我拍不了 老大 可是刚刚习总说 让我们接下国事纪导演的戏 我觉得吧 习总说的挺对的 你想啊 拍国事纪导演的戏 是多少艺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啊 我们还是接下来吧 这段时间呢 我想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简爱公益的广告上 其他工作 一律退掉 可是老大我 我 我 我到底该听谁的呀 露露 你是魅上的艺人经纪 一切都以公司的利益为主 嗯 露露 嗯 你是我夜恋的经纪人 一切要以我夜恋的利益为主 我 你自己看着办吧 哎 习总 老大 啊 怎么办呢 下班了 我送你回去吧 好 简小姐 你之前给我的车费还没用完 上车吧 跟我走吧 我车的 硬直 怎么着洗包子 跑一圈 来啊 幼稚 雅丽姐姐 跟你说件特别逗的事 今天我看报纸 原来现在好多粉丝都称我哥哥 是小鲜肉里的国民老公 雅丽姐姐 虽然我哥哥是什么国民老公 但是在我心里 你才是他未来唯一的妻子 我唯一的嫂子 你们的事情 我哥哥都跟我说了 我哥哥他辜负了你 我替他向你道歉 傻孩子 这怎么能怪你呢 也许是我和你哥哥的缘分 真的走到尽头了吧 雅丽姐姐 你别这么说好吗 你这么说 小小心里会很难过的 而且 我能感觉到 虽然我哥哥伤你那么深 可是 你依然很爱他 是吗 雅丽姐姐 答应我 你一定不要放弃我哥哥 好吗 哥哥 你来啦 小小今天气色不错啊 肚子饿我 还真有点 不过哥哥 我想出去吃饭 在病房里好闷 可是医生说 医生说 小小现在可以 适当地出去透透气了 那我们出去吧 太好了 姐姐回来了 站住 别过来 别说话 我们保持一定距离 才能在这个家和平相处 懂吗 姐姐 你摔跤了 好疼啊 姐姐好疼啊 姐姐我摔跤了 好疼啊 姐姐 黎妈 姐姐 姐姐 我疼啊 真是哪里没有办法 我看看 摔哪儿了 都红了 痛吗 姐姐还是喜欢玉琳的对吗 并没有 那就抱抱吧 玉琳她摔跤了 好疼啊 玉琳 来 乖 哥哥抱啊 姐姐手不太好 你说你这么沉 姐姐能抱着动吗 是不是 她膝盖摔伤了 你给她抹点药吧 好 我先上去了 外面的饭菜 比医院的好吃多了 是吗 嗯 那哥哥以后尽量带你出来吃 太好了 哥哥 雅丽姐 你们也吃啊 嗯 谢谢啊 雅丽不能吃虾 她吃虾过敏 我来给你剥啊 嗯 这次我们的楼盘啊 销售定下 是新性的百领公寓 我们的广告啊 最重要送达的人群 就是都市里边的那些个 红男绿女 我们是希望啊 能够抓住她们的情感需求 以此来告诫这些红男绿女们 与其纠缠在一桩 剪不清理还乱的感情纠葛之中 你还不如买一套单身公寓 来作为陪伴 对啊 广告词呢 我们也设计好了 我 我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不论风雨彩虹 简爱公寓 会始终在那里 为你守候 谢谢 谢谢 沈总 徐总 您看我们公司这个方案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 什么鬼东西啊 还都是里的红男绿女 徐副总 咱这方案还能不能再俗点 叶丽 你不懂 别乱插嘴啊 怎么不懂了 再怎么说 我也是简爱公寓广告的男主角 我有权发辩我自己的意见啊 可以 所以你有什么意见 虽然我是魅上的一份子 但是我对魅上这次做的广告方案 相当不满意 哪里不满意 就是不满意 虽然 我没有在座的各位专业 反正我看了这个广告以后 我根本就没有想买这套公寓的欲望 啊 叶丽 沈总在这儿你胡说些什么 你别胡来我告诉你啊 这叫胡说吗 我只是说出我的意见罢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可以更胡来一点 喂 叶丽 你到底要干什么 这狗刚 我不拍了 安杰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各位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简安杰 是我们简震林董事长的千金 现在也是我们简视集团的股东之一 我今天让她来 也是给我们简爱公寓的广告提一个方案 让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对了对了 你们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这个简小姐在国外 就专门是学这个影视广告设计的 简小姐 今天我们有幸能向您学习 那您让我们开开眼呗 大家鼓掌 谢谢大家 我这次的广告 广告创意 其实我相信安杰一定是有她的用意的 安杰 要么你说说看 为什么你的方案里面什么都没有 只有树和花 因为 因为环保 你们笑什么呀 简小姐说的有什么不对吗 本来就应该提上环保的呀 你们一个个的懂不懂 对 环保是个大概年 我们现在倡导 安杰 说说你具体的想法吧 这次简爱公寓 我设计的广告语是 移动的树影 是我们回家的时钟 好 好 简小姐 我觉得你的广告词很有意境 而且很文艺 没关系别紧张 你可以继续说 有意境就行了呗 不用说了 挺好的 因为我自己 比较喜欢那种被树和鲜花围绕的房子 所以我想 当今的年轻人看惯了钢筋水泥土 也应该会喜欢吧 可是你这种广告策划也太 太什么呀 太 我都不知道怎么评价好了 那就别评价了 就这么着吧 挺好的 那你说了就算了 这都根本算不了是个广告的 所以才特别嘛 叶丽 你 闭嘴 秦选 秦选 让安杰参与到简爱公寓这个项目里 是你安排的吗 对啊 我安排的 为什么 我也是想让安杰早一点熟悉公司的情况 而且这也是你简叔的意思 不用那么紧张 我不是紧张 我只是觉得 我觉得安杰这种性格的女孩 不太适合那种场合 怎么不适合呢 她是简家的大小姐 没准以后还要接管简式的 我现在只是早一点帮你简叔锻炼她 再陪她 而且你也应该知道 我以前跟她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彼此之间也留下了一些心结 但都过去那么久了 我现在只希望可以好好地跟她相处 你也应该了解我 我不是那种独后母 我是真心希望可以当她是亲女儿一样 但她一直都不接受我 我只希望我的努力她会明白 亲衣 委屈你了 没什么委不委屈的 我希望安杰 会明白我的苦心 你了 喂 叫真 我今天太糟糕了 可以出来陪陪我吗 好好啊 我正想你呢 我知道有一家店不错 待会把地址发过去 我们在那儿碰头 好 那我们待会儿见 谢谢 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你也不是什么正式员工 就算做得不好也无所谓 毕竟你已经尽力了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 喜先生如果你是过来嘲笑我的 那你就进行嘲笑吧 你说对了 简小姐 其实你今天的表现 给我提供了很多的笑料 我非常期待你下面的表现 又要走吗 三十六记走为上策 看来简小姐你很喜欢逃避啊 难道在国外学的广告知识都忘了吗 就算你几破脑袋 也想不出新的广告方案来 我劝你后天的广告创意会议 还是别参加了 省得给老师丢人 也给简家丢人 我现在真的觉得 我能接下这个案子 真的是脑子一热 关键是现在 我还要受西西城的冷嘲热讽 好了 亲爱的 要我说呀 咱们就不管那个什么广告方案了 该吃吃该喝喝 不理那些不就完了吗 那不行 既然答应了就要负责到底 关键是我不能让这个信息的看别 他有什么了不起啊 他能当上一二的老板 那还不是因为继承父母的家业 前两天还把泰瑞给弄丢了 照这么下去啊 没多久 整个一二都要变成解释的了 有他喜喜成哭的时候 不说他了 你说 到底怎么样才能做出一个 让所有人都幸福的广告方案呢 这我还真不知道 要不咱们打电话问问小迪 你别说了 姑亲 说不定他可以 你一天到晚都不在家 每天都是工作工作工作 我生病的时候你不在身边 我难过的时候你也不在身边 你知道吗 我总是一个人 莫名其妙地走到屋顶 你知道那时候我在想什么吗 我在想 如果我此刻从这里跳下去 你会不会放下你手中的工作 回来送我最后一程啊 求求你别说 别说了 是我对不起你 是我太没用了 我家里穷买不起房 所以我只能努力工作 是我才忽略你 可是你不明白 只有你回来了 这才是家呀 多少有情人 要为了一套房子 支离破碎 大部分的人都以为 住大房子才有家的感觉 对不起 可是事情哪是这样的 家应该是简单的 有爱的 就像她在的时候一样 她 哪个她呀 是真的家吗 是真的家吗 你会想得到幸福 如果你没有办法 你不会放下 你会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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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不放弃幸福 幸福却不会放弃你 安洁 你这句话说得 太有作家的感觉了 你说我怎么 就说不出来这种话呢 你怎么了 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些道理 喜西城他虽然毒舌 但是他无意中提醒了我 我确实把我在国外 学的广告知识 望到九霄云外了 老师曾经说过 做广告最重要的窍门 就是要直击内心 说白了就是要感动人 可是我还是不明白 你说你那广告 怎么打动人啊 以业主的情感需求出发 我们扪心自问 业主到底需要一个 什么样的家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 就像是刚才那对情理说的一样 爱人回来了 就是假 我正在研究国内外地产广告的案例 金总那边你替我去吧 我没有时间 好 是 老大 你就看看吧 老大 你就看看他们的策划案吧 这个电影真的很不错 超级大IP 演员阵容超级强大 而且导演可是国师级别的 这是多好的一个机会啊 这酒也不错 老大 你要是不去 我一定会被习总开除的 那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 而且我跟你说过了 这段时间除了广告 我什么也不去 可是合约已经签了呀 什么 是习总的意思 他说让我先把合约给签了 说也是为了你好 不是 你到底谁的人 老大 我当然是你的人了 所以你就放心好了 你不就是想参加 减癌公寓的策划会议吗 我已经跟剧组请好价 给你留出时间了 这样总可以了吧 你个臭 老大 下不为例 我就是说我们老大最生命大义了 老大 给你点赞 行行行 老大 你看 你看这里 等会儿看 好 老大 可怕 你好 你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你白一直以来 经状况不良的泰瑞加以包装 并高价卖给简士 让自己成为大股东 你才是这场收购战 真正的赢家 我的境界难道跟你一样的吗 简小姐 吃饭了 简小姐 她既然把方案做得这么好 好 太不切实际了 喜喜诚 你干嘛呀 你是不是想弄手脚删掉我的文案啊 我删掉你的文案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哪知道 出去 吃饭了啊 对了 给你一些小小的建议 总觉得有一点 假大空 出去 真讨厌 假大空 你猜假大空呢 你不想弄好吗 饭了 是啊 没吃饭了 我 �ял开了 今年两位恢复了 我刚才你却的 如果没有古老,我不要 东西要你去 你吃什么 就吃什么 红茶 少吃点玉琳 这牙掉得快差不多了啊 姐姐 你怎么来了 一起吃下午茶吧 在屋里待太久了 有点闷 没有胃口 不过红茶倒是可以来一杯 我帮你倒吧 我帮你来一杯 不客气 玉琳 你能告诉哥哥 将来你想住什么样的房子吗 那哥哥听你说好不好 将来呢 你想住一个 特别有爱的房子 这个房子它不是一个概念 它是真实的 是具体的 在这个有爱的房子里面 不仅有男主人和女主人 更蕴藏着他们的喜怒哀乐 蕴藏着生活里的柴米油盐 只有这样的房子 它才会充满了爱 这个房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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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is lying in a good smear I've dreamed about my house no need to be huge but it has a living room a bedroom and a study I don't care of a small living room but there's a sofa a table is under the window and the flowers I plant on the windowsill the house includes me and the people I love no need to be big or too many people just simple and warm a complete family 只有这样有爱的房子 才住得温暖 对吗 先回去了 哥哥 你刚才说什么呢 玉璃一句都没听懂 吃你的吧 今天怎么这么有空 这么闲啊 该不会是因为过气了吧 说吧 找我什么事 你找我 该不会是因为想我了吧 我用激将法 把安洁留下来了 什么意思啊 简氏要为简爱公寓拍广告 我以她是简家人为由 激将她参与到广告拍摄当中 安洁答应了吗 不可能啊 为什么 还不明白吗 有可能是因为她爸 你看 以她的性格 平常好像什么都不在乎的 这次她回国 表面上好像是处理股权的事情 可是我知道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一定是因为想念她爸 我就想不明白了 她明明那么在乎她父亲 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 你想啊 以她的性格 还有她家里的情况那么复杂 像她这样的人 能够经常 那么容易地 把自己心里面的爱 挂在嘴边吗 所以啊 一方面我是利用了她 另一方面我也是帮了她 其实我特别希望她能够留下来 不说了 广告这事情 你觉得她搞得定吗 你要对她有信心 更何况 不是有我帮忙啊 就是因为有你在 所以我才不放心 喂 朴正 我可把你当朋友 你居然这么说我 哎 你就这么不放心我啊 对啊 其实我是担心我妹 所以你别介意啊 我是安洁她的小姨的妓子 虽然呢 我跟她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可是在我心里面 我真的是把她当做亲妹妹去看的 所以我想跟你说 任何人我也不让她伤害我妹 如果我是你 我也会担心有人会伤害她 毕竟当初 是我提出分手 对了 之前我就听我妹说过 说你们俩分手的事情 但是我始终不明白 你们以前不是好好的 为什么突然间就分手了 难道 就是因为赌气那么简单吗 赌气是一方面 但却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更重要的是 自卑 自卑 你会自卑 说了你也不相信 像我这么狂妄自大的人 居然会自卑 我从小家境不好 我妈很早因病离开了我们 我妹身体也不好 整天以愿为家 可偏偏我的老爸 又是个赌徒 欠债无数 安洁呢 简家千金 几万千宠爱于一身 她当初跟我说要去国外 我就想 国外那么远 我得攒多少钱 才能跟她去一趟国外 可后来一想 就算我攒到钱了 我能去国外吗 我那个得了尿毒症的妹妹怎么办 我总不能丢下她不管吧 所以我就赌气 提出分手 希望她能够留下来 却没想到 她竟然真的走了 一层就是留念 你开车去迪库吧 我送她 好 你开车去迪库吧 老王出去办事了 可是她不是说好了要送我的吗 糟了 我要迟到了 简小姐 上车吧 我送你 好 据我所知 你下午两点钟有个会 再不上车你就迟到了 好 怎么不进去啊 你不要告诉我 你连进去的勇气都没有 好 简小姐 那你的广告方案得拼用成什么样子 你动我干吗 动我也没用啊 我又不会临阵逃脱 喜喜晨 你少瞧不起人 我 在我的广告文案里 有这样一对情侣 男孩子出身平凡 女孩子家境优越 但两个人不顾家里的反对 勇敢地走在一起 并且发誓 要永远生活在一起 有一天 男孩对女孩说 以后我一定要努力赚钱 赚很多很多钱 买一个大房子送给你 女孩听了以后 好开心 但是她还是懂事地跟男孩子说 没有关系 没有大房子也无所谓 因为只要你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怎么了 想什么呢 我在想 什么时候能给你买一套大大的房子 这么早就想要做房奴了 对啊 这是我的梦想 金色的装饰 然后呢 有很多很多的百合画 好不好 我只要你 有你在就好 你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你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时光不在 男孩子拼命地赚钱 可是因为工作太忙 他忽略了那个女孩 忽略了她的心 女孩从失落 失望再到离开 最后 男孩子终于买下了这个房子 把这个房子装修成为 他们曾经梦想中的那个家 可是 每当他回到这个家的时候 却只能对着空荡荡的房子 对着空气 默默地 给自己心里的那个恋人说一声 我回来了 就当这个男孩苦涩难挡的时候 门铃响了 男孩把门打开 看到他曾经深爱的女孩 又重新出现在他家门口 他好开心 他们两个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所以有些时候幸福是需要 退让 迁就 是需要坚持和等待的 最后这个故事的结局 男孩跟女孩终于成为了一家人 他们生活在这个 简单有爱幸福无比的家里 最后这个广告的广告语 立体呈现出来 你不放弃幸福 幸福就不会放弃你 简爱公寓 简单有爱 幸福的家 谢谢 谢谢 安吉 做得非常好 谢谢 接下来具体实施 你要继续努力 我会尽力的 我先去找你爸 跟我一起吃饭吧 好 我带你去当年你喜欢吃的那家店 放手 放开 去不去 你能不能成熟一点 这里这么多人呢 你怎么能这样 去嘛 各位 晚上呢 我想请大家吃饭 一起去吧 好 简小姐 要不要一起 好啊 一起去吧 晚上等你 老大 我知道你不喜欢参加这种聚会 要不 我去和他们打个招呼 咱们先回去了 回去干嘛呀 我今天还又去了 boss请客 当然得捧场 没想到这孩子居然这么争气 虽然我们之前 把他一个人送到国外 好像有点不近人情 但看来我们是把他送对了 六年的留学生涯 让他优秀了不少 人也变成熟了 嗯 是啊 他能够这么快就融入到 简石集团的集团业务中去 清云 我觉得你有很大的功劳 我原来以为 你会借以前的事情 没想到 你这么宽容 都过去那么久了 我现在是真心把他当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的 秦云 谢谢你 哇 这是杭州最有格调的餐厅 我一直没舍得来 没想到今天竟然包场 好阔气啊 那肯定了 习总 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 走到哪儿不是金灿灿的光芒啊 虽说我们家叶琳一个不小的味儿 可是这么一看 差点不是一点点 你看你看 还说叶琳是你家男神呢 背后说别人可不是好习惯哦 好 简小姐 您请 您请 西总 您坐 各位 今天的广告发案能顺理通过 还要感谢我们的简小姐 我有个建议 不如把主威让给她咱们 对对对 简小姐功不可没 应该的 坐坐坐 不用了 来来来来 坐呀 西总都说了 对对 坐坐 坐吧 各位都是坐吧 徐步总 我跟老大坐 你坐那儿吧 西总 说起来 简小姐也是我 千方百计请来的 你是不是更应该感谢我呀 简小姐作为公司的员工 她来很正常 可是话说 她真的是你请来的吗 不是我难道是你吗 服务员 你们家不是有那个专业的 国外什么乐队吗 那演出让他们开始排 不好意思 乐队表演周末才有 他不喝酒 那既然如此 我去给大家出口信吧 老大加油 陆陆上来 陆陆陆 注意 陆陆陆 就是 陆陆 哼 陆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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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没想到叶琳还会弹吉他 好帅啊 不愧是我心中的男神 你看啊 又花痴 手没事吧 没事 毕竟不是自己的东西 用起来不太习惯 不好意思了各位 给大家扫兴了 没事吧 你的手 怎么了 关心我啊 喜总 喜总 听说你也会弹钢琴 不知道有没有性能够 就是就是啊 简小姐今天的故事很感人 让我想起一首歌曲 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谈一下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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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尴尬啊 好期待啊 老大 好 嗯 我知道了 是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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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女孩子一个人走一路不安全 说实话 我真的有点看不懂你 你究竟想从我这里挖掘什么 燕令的行为我可以理解 你的行为我完全不能理解 还记得小时候我失去父母 请你带我去剪家 那个时候我就常常看到你在窗台前 不是画画就是看书 从不多跟别人说一句话 习先生你的记忆力真好 知道有一天我帮你拿了你够不到的那本书 你终于跟我说了一句话 谢谢 给你 谢谢 再看看 我可以 所以我们现在要活以小时候吗 那是你的少女时代 贾小姐 那也是我 第一次住在别人家 谁又愿意借住在别人家呢 是啊 吉人离下的感觉特别不好 不过还好那段日子 有一段温暖的时光陪着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真的不喝 你去找你哥哥玩吧 我困了又睡觉了 你哥哥在哪呢 在房间里 好 你在这儿等我 我一会儿回来 睡得都像 睡得像个小天使 更多的时候像个牛皮糖 姐姐 搞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喜欢我 这不是挺好吗 你是跟她有学员关系的姐姐 你需要试着习惯别人对你的善意 宝贝 咱们走了 回屋去睡了 晚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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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杰 我买了条裙子给你 是今年的新款 我看着简洁大方 你应该会喜欢的 阿姨买来是祝贺你 踏出接手简释的第一步 要不你试试看 不合适的话我拿去换 阿姨买来是祝贺你 不用了 谢谢 不用了 还有你放心 我对接手简释没有兴趣